当朱元璋回的内宫 仍然是身体不好 每天用药 把马娘那可愁坏了 这天晚上 穿着朱元璋精神好一些 马娘那就真的解了 陛下 你说前者这个事 怎么漏的 哎 朕到现在也不清楚 陛下 你别看我没看见 我心里都跟明镜一样 哦 这话怎么讲 你看看 指定是那个牛逼的刘伯温 出的招 你看 茶帽他们那么折腾 刘伯温没露面 后来看折腾的实在不像话 这牛鼻子又露了面 他只要一说话 这些人都听 我看罪魁祸首 都是这牛鼻子 刘伯温 朱元璋心里一句翻课 一讲差不多 嗯 是那么回事 背不住他派了徐方 朱永杰 进了皇宫偷听我们的谈话 要不怎么对这个事这么清楚呢 韩清武马南绝不能往外缩 杀胜的他就恨上刘伯温了 两口子一商量 要不把这牛鼻子给开走了 早晚是个事 你这一动 他就酸起出来 你怎么回事 这不好办 怎样对付刘伯温 手段不一样 朱元璋完全听马娘 正好这一天的身体不错 传些圣旨 听说吴妙现在进宫 皇上要瞻仰吴妙 让文虎全都跟着去 特别传些圣旨 让君士刘伯温随家前往 那一般人谁知道 甘说这一天 净水刷街黄土电道 朱元璋乘坐龙脸 连昭阳正宫 三宫六院全陪着 往这个队伍 里里拉拉就两三里地趟 等到了紫金山五票 御驾停住 朱元璋徒步上山 刘伯温就紧随在身边 金臣二人边说边笑 从表面上看 一点摩擦都没有 等到了五庙切尽 竹市僧五百多和尚 早就身穿法衣 在此恭候 见着皇上的圣下 高宋法号念其经文 佛波伐气其名 香烟缭绕 朱元璋安慰敌具 想要瞻仰瞻仰这座圣地 因为这座五庙 也是随着七十二家回王府 一块修宴 这座八庙 占地几十亩 耗费金银上百万两 修地是金碑回王 朱元璋庭神站在五庙前的一看 三道山门 横挂一块大银 左右一幅对联 这幅对联 出在左班丞相李善长之手 那是逼走龙舌 够个大书发家 上连写的是 丹气冲消汗 赤胆担心 安设计 下连配比是 文光射斗牛 六涛三略 并华仪 正中央的大脸是 蓝地金子 五庙圣地 三道山门大开 正中央的神路 朱元璋迈路就走进圣地 北京的庙一看 一边有一个塑像 上锤手这个塑像 跟火力一样 这个人是头顶黄金盔 匹挂黄金甲 画下黄标马 掌中苏铜链 下锤手这个塑像 就见这个人 头顶乌金盔 匹挂黄金甲 挂下五堆马 掌中十八节紫金灭 掌的是阔口烈塞 现貌十分凶恶 中原南看看 就问了 刘伯问 先生 这五庙是经谁手修建 陛下 我请了一个高人 叫姚广孝 也是个出家的僧人 是他经手修建 哦 修得不错 那么请问这所有二将 他是何人 回陛下 上锤手黄脸的 就是随堂年间 了不起的英雄 秦穷 秦淑宝 家住山东 济南湖 历城县 水安 在专注下 下锤手这个人 就是御痴静得 造袍将云 那位御痴公 哦 那么怎么把神像 诉在这儿呢 陛下 后来传说这两位身为门神 在五庙之中 让这二位把门 意思是说 邪恶者不能侵入 哦 好 太好了 取香来 犹太监把香火准备好了 中元党亲自碾香 朝拜 朝拜 秦雄 和御痴公 你看皇上干什么 别人得跟着 众人 也学他那模样朝拜 这才走到 头层院 祖元党 越来越来越离开 你这怎么说 在光天画质之下 墨里 竖着两尊神像 上吹手这一类 头领发音 伸批剑袖 腰杀大赖 挂下牙齐一匹黄马 手中倒踢金背七星刀 牧视前方 好像是有躁躁的那个样子 下回首这位 颜奎肃甲 白马昌青 那马的前蹄都扬起来 好像有分越大江之事 祖元党看完不认 问刘伯文 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两位是谁 吴良婆 陛下 上吹手这位 扎金剑袖 手提金背刀 非是旁人 正是随唐年间 了不起的英雄 勇翻郎 王多大 下吹手这位 颜奎肃甲 白马长相德 就是威震金谷的 常山赵云 哦 县上 这二位 怎么宿在院里了 难道殿中 没有咸鱼的地方呢 不是 主公民猜错了 当初一日 姚广孝修这座五庙的时候 跟我商议过 说这两位古人身上都有点毛病 别看进了五庙 还没有资格进入大殿 顾此宿的院内 哦 什么毛病 当然这都是传闻的 向那永三郎王不大 先把瓦钢带着程晓金 后来又保了西卫王李密 在李世民领兵带队攻打瓦钢的时候 王国党为了保护李密 君臣二人一块死的断蜜剑 据说呀 王国党把李密压到身子底下 用自己的身子护住李密 没成想把皇上活活给压死了 姚广孝认为 虽然是出于好心 没得好结果 虽为忠臣 不算完整无缺 因此 把他宿的院中 风吹日晒 料作惩罚 接着呢 刘伯文又把赵文的事 讲了一遍 朱元璋表示不同意 说这种处理不合理 传起一道旨意 把两尊神像 磨在殿里头去 他说话就是圣旨 谁敢不听 紧接着朱元璋 东看看西看看 就走进大殿 把大殿参观完了 又到东派殿 他一抬头 东派殿 宿着宿着一个神像 在正座上坐着一人 头上带酒粮造金 身穿八卦仙衣 腰记水火丝韬 背后背着一只紫竹箫 左右站着小童子 朱元璋看完 朱元璋看完了 朱元璋看完了 不认识 回头问 刘伯问 先生 这位出家的道人是谁 陛下 这位就是汉朝的功臣 张良 张 张子方 哦 张良有什么功劳 还能成为神圣 往这儿去做 陛下 向那张良 与韩信萧和 号称汉氏三爷 张良排兵部阵 斗也埋伏 攻杀战手 无一不能 他最大的功劳 凭着紫竹箫 摧散霸王八千子地匿 才把楚相与彼此在乌宵 所以 把他立为尊神 修在无庙之中 朱元璋这回可有借口了 其实他看别的都是假的 主要 他想在张良的身上下功夫 新说话 刘伯温啊 毛病全出到你身上 我正面还说不过你 今天我来个指山脉墨 销山脉虎 我鼠说张良 我就把你给说着 我看你怎样对身 刘伯温这个人 再造迷信说话 说着能夹会算 料事如山 实际上 这是胡说 但是就刘伯温 本身来讲 这个人 这个人天资聪明 这个人天资聪明 读的书也多 懂的事也多 凡是计划的事情 预料的事情 都是十拿九准 跟周元璋 在一起滚了这么多年 刘伯温什么性格 什么能耐 他是了如之然 现在天下太平了 他有他自己去打算 你刘伯温的想法 就不能吻合 要不吻合 就发成对抗 按新名词说 就是有了矛盾 怎么办 他必须把这个矛盾解决了 唯一的好办法 就是剔开这块绊脚石 跟马娘娘夫妻二人 商量了多日 表面上是有五妙 实质上就是 借题发挥 别有用心 他在参观别的大殿的时候 装容作哑 这也不明白 那也不懂得 让刘伯温给他解释 转来转去 转到张良神像的前面 他一问刘伯温这是谁 刘先生赶紧失礼 说这是汉朝的三爷 张良张子方 说这个人功劳太大 福保汉王流亡 出谋划策 后来凭着紫竖销 吹散霸王八千兵子弟 笔的图像与乌江自杀 没有他就没有汉朝的江山设计 朱文章听完了 用手一指张良的神像 呀呀呸 张良 你算什么汉朝的三爷 不错 你曾经帮着汉王刘邦立下不少战夷 也经常出谋划策 可是到了后来 你跟汉王冒合神离 想着不一样 你胳膊肘往外拐掉炮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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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11 cues咪咪咪咪 Employ 때도 你自爲AAAA 我也用他了 他给你捺干 sic 只有既然 咪咪咪咪咪асс 最有 的 好 住前 操 geç 费 手 滅 难 B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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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指山麦磨,敲喘正弧 指着张良,骂刘先生 刘文文在他们一听 吉林丁打一冷战 好像冷水泼头一般 这些脑袋没言 这卓元长骂着骂着 也有点谢劲 回头这么一看 感觉的也挺不自然 真这是何苦的 无非发泄发泄 我心里的愤怒 来来 把张良的神像抬到院里 马上给我封回 向这名不忠不孝的律坑 供他何用 大声 把那尼苏抬到院去了 乒乓 打个稀巴腊 那炒把子一把火全点着 咱们苏说简设 五庙游完了 朱元长回了干净 刘伯文睡不着觉了 左思右想不是滋味 现在是图穿命 朱元长的目的清清楚楚 刘优伯文一想 我不趁此机会 六之大吉 将来悔之晚意 当夜晚间 他就修下一张词诚 正赶紧第二天 朱元长早朝 文武道齐 山湖万岁 朱元长就问 何为爱情 有本早走 无本卷连腿班 陈 有本 刘伯文先生 卖步走出班路 聊一副跪倒在地 山湖万岁 万岁 陈 年纪大了 言花 不能看君王本 耳聋不能凭圣上的旨意 耽误大事 尤其最近身体不爽 为臣有意 辞之欢乡 现有辞成一份 请我主恩准 文武一听就吓了一跳 这怎么回来 刘先生辞官不做了 众人交头接耳 这时有电头官 把辞成放到卢书岸上 朱元长拿过来看了一遍 等他看完了 心里挺高兴 为什么 有武庙的目的实现了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让你自己说 要不朱元长怎么说这话 人家也没错 就让人家不干了 接完玉礼交代不下去 刘先生这一提呢 正好顺台阶就能下来 心里高兴 嘴不能那么说 把脑袋换得跟帮帮鼓一样 哎呀 军士 你怎么样次官不做呢 你是阵的左右臂啊 你要一走 我的江山依靠何人 此事万万不行 他能再三再四 假意晚领 刘伯恩一想 你便跟我演戏了 说话出于智诚 磕头碰壁 再三劫持 最后 朱元长没办法 好吧 既然刘先生去意已决 朕不便勉强 在良辰吉日 给军师践行 不 朱公我谢 现在我就得告辞了 您这好心 微臣我领了 先生请慢 来人 朱元长开了个纸条 在库里面 取出黄金一天两 宝珠五十颗 绸缎上千梯 用装了好几车 要赠给刘伯恩 刘先生一笑 朱公啊 这我言语 我是翻门不要 寸途不占 为什么 我这些年就够小的 朱公对我不高 我心里的领了 就得了 陛下 您把这东西留着 赠给有功之人 陈告辞了 我这次会训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